大家好,欢迎收看今天的杭家论股,我是黄素新 大马机场获得财政部批准 可立即左手分阶段扩展槟城国际机场 该公司披露,一旦MBPP批准该计划 工程估计明年首季冬工 大马航空委员会上一个月宣布 槟城国际机场急需要扩展 大马机场也提成了初步资本开销 高达10亿4500万令吉的计划书 马银行投行研究相信 该公司将通过内部现金与借贷来融资 槟城国际机场自2016年以来就已经超越负荷 目前的使用率高达120% 扩展计划将把机场现有达克容量650万人 提高至1200万人 如果扩展计划能够准时且有效地完成 那将会削弱居林新国际机场的发展潜能 因为航空公司向来是在现有的机场扩展 而不是探索移到全新的机场 另外监管条例越来越明朗 是激励大马机场的主要因素 不过它的估值却比同行折价 马银行投行维持90级目标价 及买入的评级